胖咖美食是目前深受大家喜爱的特色小吃市集 为了宣导杜绝人口贩运议题 以及协助在台工作的外籍朋友与社区邻里间的融合 县府举办起手杜绝人口贩运原油会 那今年呢我们县政府呢也在内政部的评比 在本项的人口贩运的这个绩效里面呢 我们是被评为优等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 透过原油会的方式呢 一方面对于人口贩运的防治 我们大家在加强宣导 另外一方面也感谢这些的移工 所以我们总共票选出了十对 那透过我们第一名的奖金一万块 大家给予他们鼓励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社区 跟企业紧密的结合 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的社区环境工作 最重要的我们希望移工在这里 也能够受到相对条件的保障 杜绝贩卖人口 还有我们的这个诈骗集团的猖狂 我希望国人还有我们的县民 能够这个诈骗 这个是要来防止这个被诈骗 那贩卖人口这个部分 也是要很小心的 来照顾我们的这个肉小 除了杜绝人口贩运宣导 县府也针对外籍工作者 融入社会文化 担任志工协助企业与社区 维持环境整洁进行表扬 感谢外籍工作者维持南投环境的努力 我是印尼人来台湾 我18年了 然后今天很感谢南投县政府 这个办活动给我们得奖 我拿到赦名 很感谢 是因为为什么南投这个奖呢 是因为是我们是大手环境 把南投县这边 我们把一些热市烧地 然后清洁环境 我们特别呢 也邀请很多的企业 能够加入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志工队 那有的 有的这些移工呢 是加入到我们社区 各个社区里头 有的是我们企业自主的 那光是我们这些的 移工的志工 在南投县也已经超过100位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些的外籍的朋友们 在台湾工作呢 还能够顾及到我们的环境 那我相信 除了让我们居住的地方 更加的整洁之外 也能够让我们村里 很多的这些 相亲还有长辈们 可以看到大家的用心 我相信更多的互动 更多的互相了解 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 更加的融洽 园游会在县民广场举行 吸引许多民众亲子参加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 希望透过活动宣导 防治人口贩运的 相关法律知识 并能从中获得实用的讯息 让这一些知识 传递给更多的人 记者黄银光 南投市采访报道